本集市議會第一次做實審報告 這份簡報有市議員一看 覺得怪怪的 它的封面就上網Google了一下 發現它的圖片 跟國外的某本著作的封面 是一模一樣的 韓國市政簡報以藍白色調為主 大造高雄全台首富 半個地球儀上面 有好幾棟摩登大龍 看起來充滿設計感 不只是封面 翻開內頁 也都有相同的圖片 市議員上網一找 發現還有這一本 社會科學研究的教科書封面圖片 一模一樣 裡面這一些圖片的引用 是不是有得到充分的授權 我想這是一個 台灣現在民主社會裡面 最基本的法治的一個觀念 你好 為了同仁 再製作這個版權的時候 在兩個禮拜前 就已經下載而且付費了 付了二十塊美金的授權費用 圖片旁邊有一行 是主題圖庫的網址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圖案 上面都有著名下載價格 像是市長封面報告的這個圖片 是否回應付了二十塊美金 相當於六百塊台幣 韓國會常把高雄負債掛在嘴邊 一份時政簡報 連圖片都要花錢買 難怪被質疑 有必要嗎 三年新聞黃大衛許世良和正凤 東雄報道 能夠 其他人 來請十塊美金的援露 再帶五十塊美金的援露